下位范局委員 多謝主席 我支持陳偉業議員的動議 想請吳韋昇主席 停止主持這個會議 因為種種跡象顯示 其實確實有潛在 也有實質、明顯 甚至是嚴重的利益衝突 主席 我們為何要這麼嚴肅地對待 政府行使公權力的政府行為 因為影響很多公眾利益 政府今天作出其中一個示範 就是委任三民獨立調查小組 調查高鐵的延誤 其中兩個是海外專家 正正社會上認為香港的工程業界 有很多承接了政府和港席的工程 要以示公正持平的話 就要在海外請專家回來 這是一個示範 所以主席 我認為閣下不僅僅是陳偉業議員 在他的動議裡說到 你作為新鴻基地產的附屬公司 smarttone的非執行董事 我想指出 其實現在是說三重的利益衝突 第一重就是smarttone的非執行董事 第二重你不僅是 像自由黨田北俊議員說 你是持有中銀的股票 你是中銀的高層 你現在是中銀系統的高層 出任中銀信託有限公司的董事長 和中銀香港集團成員集有銀行的副主席 如果在新鴻東北工程範圍裡有大規模存地 農地的話 這些全部都是受惠於政府換地發展政策的四大發展商 所以很明顯這個確實是有嚴重而明顯的角色衝突 第三重就是什麼呢 就是剛剛有議員也有提 我要再一次提就是 你也是港鐵的非執行董事 每年都有收到這個董事的酬金 新鴻東北工程上馬之後很明顯 就會令到區裡邊 很多人主要是要依賴港鐵的服務去進出這個區 怎麼會不是這個利益衝突呢 港鐵前身久至輕潔落馬州支線的時候 是靠政府收地的權力 強制在古洞北預留的土地是作為車站的 所以如果新界東北新發展區的工程完成之後 港鐵就會落實興建這個古洞站 新市鎮的人口當然就會乘搭港鐵 這個就是我說的一重、兩重、第三重的利益衝突 所以主席又或者想協助政府的建制派的議員 大家想想會不會適得其法 但是因為有爭議 因為有利益衝突的話 反而就會更加連累了這個計劃呢 以及新界東北發展計劃 一直以來都已經有巨大爭議了 各位或者主席 你是不是特別想政府再進一步 因為這個利益衝突 主持不公平不公正 引來更加多質疑和非議呢 謝謝 谢谢大家